我叫Simon Lichtenberg,李希盟,我来自丹麦,我是读完中学,1987年就想出去看看世界,一个小国家必须学很多外语,比如说你说美国啊什么法国,他们可能觉得自己的语言就够了,但是丹麦语没人听得懂,所以学一个最难的,人口最多的一个语言,然后我就选择了说是中文,然后我决定到 到中国来读书,我就跟一个朋友一起,其实我们什么都没准备,一起到复旦去读中文,基本上就是从那时候到现在一直在上海,我爸爸是犹太人,是二战的时候,也是难民到瑞典,我知道上海跟犹太人有很多很多的历史上的源远,红口犹太人当时的那个纪念馆,带我的大儿子去过好几次,我爷爷的所有的兄弟姐妹和爸妈妈都被德国人的密调,只有剩我一个人, 一个爷爷,所以我的大儿子是唯一一个,留着我们这个Lichtenberg这个姓的一个人,所以我觉得很重要,他也很重,所以我们去看,当时的犹太人在上海的,就是二战的时候,照顾和被救了很多人,刚来上海,87年,那时候没有汽车,只有公共汽车自行车, 当时上海的平均的面积,你说跟现在的这个差距太大了,这个上海的心跳,或者上海的这个节奏和内容,是丰富了很多很多很多的,第一个企业注册是在外高桥,刚刚开始有贸易公司的那个注册, 那时候我们是nothing,我们是几乎没有什么规模,但是他们当时的那些政府的管理委员会啊,什么那些人,还是很愿意跟我们见面啊,跟介绍情况啊,到现在我们有一点规模,最近四年特别明显,他们不是推这个电小二, 那就是政府就是做电小二,怎么意思啊,就是说要帮忙的,服务为主,都是服务企业,我们感觉的很明显,要跟任何政府的部门开会,不是说你就要去,他们会过来,近几年,国外的媒体有很多很多的媒体在做很多负面的报道关于中国,主要是说中国政府太强,我并不是这么认为的,中国没有要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,你要在哪里哪里用,没有这种做法, 中国是在管自己的事情,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,没有一个很强的政府,没法让中国那么快的做起来的,强的政府是需要的,共产党的引导力和领导力很好,很强的,那最近我们在做自动化,自动化中国也很强的,马上就会超过,不要说丹麦,美国啊,什么别的地方,我们有一些竞争对手是搬到越南啊,搬到哪里,但是我认为还是中国最好,科技也好,创新也好,大家都知道怎么做, 腾讯,华为啊,阿里巴巴什么这些,但是也有很多小品牌和小公司做得很好,很多很多很多的,中国一定会非常强,中国的未来肯定很伟大的,中国梦,也是我的中国梦啊, 我们想开心了,我觉得好的银行 瓶行香港,我们想以мотр会通知